一人 曹启泰 涉嫌冒名标慧 遭控告出庭 一度是出善意 但对方认为他诚意不够 坚持控告到底 一人曹启泰被控帽 标过小老师李美玲 亏款案 台北地减署 昨天再度开庭侦办 曹启泰与李美玲 原本已达成45万元的和解金额 但因为曹坚持不在支票上 鲜明背书 李美认为他没有还钱诚意 坚持控告到底 李美玲表示 1997年间 他跟了曹启泰一个月5万元的互助会 会员共有25名 曹却因为被两名会员盗会 而冒名标走他108万元的汇款 双方庭外和解失败 李女指出 民事部分他已获胜诉 法院也顺利查扣曹启泰在抗力传播公司 70余万元的酬劳 但尚有部分尾款还未清偿 曹启泰昨天一度释出善意 愿分二期清偿为款45万元 但却因为不肯在支票上鲜明背书 让双方最后不欢而散 曹启泰 曹启泰 1963年7月2日 台湾 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出生于台湾 祖籍上海市 国立台湾艺术大学 影剧科毕业 1983年 曹启泰在中华电视台 华市 及今中华电视公司 工作 进入台湾电视圈 同年 获得台湾胜大专 悲辩论 比赛冠军 1984年 曹启泰在华市儿童节目 嘎嘎乌拉拉中单愿操控 与戏偶孙小毛 同台演出的大猩猩 大公鸡 河马 鳄鱼等其他戏偶 一 1985年 曹启泰获得法国地融 国际青年才艺大赛 团体舞蹈 第三名 南非罗德堡 国际青年才艺大赛 团体舞蹈冠军 1986年 曹启泰走向目前 已连环炮 起家 同年 与夏玲玲结婚 1988年 曹启泰获得台湾胜第24届 文艺金像奖 最佳民族演员奖 1989年 曹启泰服兵役 曹启泰退伍之后 担任滚石唱片 媒体总监 后来主持豪彩头 等多个综艺节目 详见夏表 1993年 曹启泰创立婚姻大业公司 1997年 曹启泰宣布婚姻大业公司垮台 惨赔新台币 1亿元 负债 新台币6000万元 2000年 曹启泰参演民间全民电视公司单元剧 男人天堂 入围第35届金钟奖 电视金钟奖男主角奖 2004年 曹启泰决定移居上海 2006年 曹启泰被中国大罗 新周刊 评选为最佳创副节目主持人 2010年 曹启泰担任上海世界博览会汽车馆 总导演 2 并使该馆获得四项大奖 2 1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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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